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有恶难 三哉恶 厮杀恶 五行恶 六害恶 七伤恶 八难恶 九心恶 夫妻恶 恶就是恶难 就是阻碍 男女恶 生产恶 妇联恶 异利恶 现在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异利恶 为什么会有 疾病恶 惊邪恶 虎狼恶 虫舍恶 结罪恶 加磅恶 横死恶 宙世恶 宙世恶就是下降头 为什么会有 天罗恶 地网恶 刀兵恶 水火恶 刀兵现在有一些国家还在打仗 有一些有火灾 有水灾 为什么会有这些 这些恶难都是哪里来的 这些灾难都是哪里来的 众生的贪 嗔 痴 乙 慢 五毒 五毒的因成熟的时候 就结五毒的恶果 我之前也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小小的冠病 冠病这个病毒 有点小天使的味道 专制不服 什么叫专制不服 不让你出来 你非得乱出来 要你小心精神 你非得不小心精神 就是我慢 对峙我慢 贪嗔痴一慢 对峙我慢 所以是一些国家 觉得了不得不怕 立马就爆发 数量巨大 所以是 那么要敬畏 众生皆有灵性 这个病毒有没有灵性 有没有佛性 也有 它也有灵性 你和它和平相处 友好相处 尊敬它 敬畏它 那它就不找你 它看看你 走了 它有灵性 现在连个机器人 都有灵性 好况 这个一个有生命的 一个生命底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些恶呢 不是上天降给你的 也不是和你不相干的 都是你过去的因果的 形成的贪的因 这个称恨的因 愚恥的人 愚恥就是糊涂 愚恥的因 那么还有 我慢的因 还有怀疑的因 不信 不信天 不信地 不信神明 不信祖先 这些贪嗔 吃 疑 和慢 积累的毒 形成了恶难 那么这些恶难 如果以我们人 这么一个小小的 这一点力量 你这么一个小人的力量 你怎么去能够把这些恶难 灭掉 一个孩子 面前有一个小水沟 他是不可能过去的 来了个大人 随便一抱 把他送去水沟对面 我们人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 如果有神明来帮你 你会怎么样 有个大人来帮你 这么一下子你不就过了吗 所以你敬畏天了没有 你敬畏天神了没有 天神是大人 你想一个一个用这个北斗九黄为基点建成的天山 他整个难过了银河系 难过了十万亿个太阳系 这是多大的大人 但他给你解这些恶 是不是分分秒秒就不见了 这是科学道理 不是瞎拜 我拿多少钱贿赂神明 我烧了多少香 多高的香贿赂神明 不是 是科学道理 敬畏神明 所以是这些恶难 都是可以得到消除的 这个无灾亦无章 永保道心灵 这些神明为什么帮你 永保道心灵 它是护法 天龙八部都是护法 《孔雀明王经》告诉我们 佛家也重视北斗九黄 也重视黄天星斗 也重视莫里之天 里面也提到北斗星 四斗星 南斗星 东斗星 西斗星 中斗星 这些星君 星神 因为这些星神 他们还没有成佛 没有成菩萨 所以是你敬他一尺 他敬你什么 一掌 你恨他一尺 他作见四年 那么为什么 所以我们以前 每年在这个时间 天门大开 跟别斗九黄相应的时候 我们用孔雀明王神咒 用孔雀明王法 为什么用孔雀明王法 天龙八部都降到人间的道场来 那么用孔雀明王法 众神 众愿家不得相害 大家和平共处 同修共正 共成佛道 共成无常佛道 这是大和解的机会 大利益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今年的同样的 这个重阳法会呢 我们会用 孔雀明王神咒相助 那么会用这个 北斗真经做仪轨 所以大家要熟练地 恭颂北斗真经 并且和他们能够相应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